有長痛耶 學長跟長痛都沒有 來的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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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市長寧又昌將金鎖片掛上 讓百歲人類楊金段相當開心 已經106歲的楊金段看起來 比實際年齡年輕好幾十歲 讓寧又昌相當驚訝 他也大方分享自己保持健康的秘訣 就是愛吃菜愛運動 我愛吃青菜 我愛運動 我愛運動 我真的要經營就去運動 這樣喔 我愛吃青菜 我吃菜都很簡單 都愛吃青菜 李永昌也拜訪另一位同樣住在 軟軟區的百歲人類余老奶奶 並送上金鎖片 總統的敬老狀 及金融市政府執政的樂福店等賀禮 今年剛滿百歲的余老奶奶 目前有女兒及外用照料 女兒說媽媽的養生之道 就是正常規律的生活作息 其實我們就是一般的生活 我想主要是作息正常 然後飲食 我們幾乎都在家裡吃 均衡的飲食 跟他年輕的時候都一直有在動 我想大概這幾個因素 看到老人家健康又快樂 在卸任前最後一次探訪百歲人類的金融市長 林又昌也非常開心 我特別來看幾位我們百歲的人類 那也給他們這個自證金牌 還有包括總統的這個敬老狀 那這些長輩都很開心 那其實我也很開心 因為這是我任內 最後一次親自的給這些百歲的人類 給他們自證這些禮品 還有包括我們的敬意 然後看到他們很健康 我覺得真的很不容易 尤其是我們最後一位這個106歲的長輩 我覺得他身體真的很好 不像這個100歲的人類 像那個80幾歲的身體 耳聰慕名 那我覺得家有一老如有一寶 其實這是身為子女晚輩的一個福氣 那看到他們這麼健康 那也表示其實我們的社會處 還有這幾年政府對於社會福利的一個照顧 對長者的一個照顧 我們是更全面然後更周到 那希望能夠提供給我們這些長輩更多的一個服務 也能夠把他們的需求充分的反應 然後我們充分的來給予支援 所以也在這邊祝所有天下的這些長輩們 從陽節快樂 所有的長輩健康平安 根據金融市政府社會處方面的統計 金融市目前有100位百歲人類 最年長的是112歲 同樣住在暖暖區的董喜亭爺爺 65歲以上包含55歲以上原住民的長者 約有7萬2千人 佔全市人數18.98% 李友昌強調將持續落實老人福利相關政策 打造金融市成為宜居的高齡友善城市 記者 張祺騰 金融報導 張祛祝期間 張祛建議